投資朋友見助理你的投資決定 歡迎回來 在視頻的一端是葉尚智 葉先生 葉先生您好 你好 謝謝 首先我們來回答一下 家庭觀眾的問題 看到程女士是想要咨詢兩支股份 其中一支是江新同業358 另外一支是洛陽木業3993 她想問這兩支股份 什麼樣的一個時機是適合投資的呢 哪一支個股 您會更傾向一點 兩個都是目前的一個市場的焦點 因為大家現在都講就是通脹 所以一些原材料的價格 其實都在上漲 那麼對於江西同 那麼對洛陽木業 那麼都是一個目前比較好的一個時點 那麼還有目前市場也缺乏其他的一些熱點 那麼互聯網的科技股都下來了 取缺股都下來了 那麼所以其實焦點也是聚焦在了通降的相關的一些股份 所以我們也不排除因為大盤也在跌 所以其實還是在一個地勢裡面 那麼一些原材料股那麼可能也會有一定這個影響 受到大盤影響可能也會有一個漲後的一些掌理 那掌理的一個期間我們覺得都還是目前可以操作的一個主要的一個表地來的 那麼當然這個第二季我們覺得這個通降的一個話題呢應該還是市場的一個焦點 那麼但是如果在下半年了那麼如果通降進不上來呀 一些央行包括美聯局這一些是不是還是有一個 還是對這個通降有一個比較高的這個容許 他們還是在講這個就是後面的一個事情 但目前我覺得如果是短線的一個操作 那麼江西同跟那個洛陽木業我覺得都可以考慮 那麼特別如果是有趁大盤跌的時候 他們有一些回省的時候 那麼到那個時候來就是關注他們買入的一個機會 我覺得應該是第二季的一個主要的一些可以參與的一個部署來了 所以其實呢也是符合了現在的一個投資風向 那我知道葉先生今天給大家推薦的個股呢 其實也是跟礦業有關的就是紫金礦業2899 對於紫金礦業這方面您會有怎樣最新的解讀呢 對的那其實也是剛才提到的一個這樣的一個想法 就是對那個通降啊對影響相關的一些這個大宗商品啊 對於這樣的一些股份 所以我們覺得目前應該也是一個可以參與的一些標的來的 那麼所以今天給大家推薦的就是那個紫金礦業 那麼2899那麼其實同樣的大家也可以看到這個紫金礦業呢 那麼其實它除了有這個金礦其實也有這個銅礦 那麼其實也有裂啊這一些其實都有 但是中間的其實它的礦產的一個含量最大就是兩個品種 一個是銅一個是金 所以這兩個品種其實最近我們看到都占到了一個比較好的勢頭的 那麼包括銅價 那麼大家也看到如果是倫敦其銅呢 那麼現在都向來已經到了1萬美元以上是暢了這個歷史的新高的 那麼還有這個金價我們也看到最近也是慢慢的有一個修復 那麼紫月期間也回向來到了1800美元以上的 是兩個月以來的一個最高了 所以如果現在通漲我們看起來還是第二季的一個重點的一個提倡 也是大家的一個重點的話題啊 所以如果包括銅價金價我們看起來還是會進一步的一個走高的 所以這個對紫金呢我們覺得應該也是相對比較有利 那麼所以如果在這個紫金那麼有一些這個目前的水平我覺得應該還有空間的 因為目前的股價呢還沒突破就是二月份的一個二月尾的一個高點 那麼當時其實銅價都已經突破已經創了新的這個歷史的新高嘛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應該還有空間的 所以其實紫金匡業 那麼最近也是漲後有一些回轉 那麼也我覺得應該是可以重點的一個關注 我她待會ρο go 微買哪裏 再拍檢查或是 Samsung公式的质市 三月尾的一個注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